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英语两分钟 今天我们谈一谈英语发音规则 大家都知道,所有拼音文字的语言都有发音规则 我们一开始就会学这个发音规则 如果我们掌握了发音规则,不用查字典 我们就可以读出所有这种语言的单词 英语的发音规则相对于别的语言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例外的情况很多 英语发音规则比较复杂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英语的外来词很多 英语属热曼语系 但是它的热曼语系的词汇只有20%左右 剩余的80%的词汇都是外来的介词 来自于别的语言 其中有60%的词汇是来自于法语和拉丁语 而很多这样的外来词汇 还保持着原来语言的拼读形式和发音 我们现在举一些例子 这个词是自助餐的意思 是一个来自法语的单词 它的发音是buffet 大家可以对照bullet 这个字英读称depot 是仓库的意思 也可以是巴士总站 你可以说bus depot 另外还有一间大型的建材五金连锁店 叫做home depot 这个字英读成ballet 是芭蕾舞的意思 这个字英读成酷 这个p是不发音的 是政变的意思 它来源于法语的 cou de d'a 这个字英读成regime 是政权的意思 有一个常用的词组是regime change 这个字英读成chanel 是一个法国名牌 这个字英读成michelle 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外来词也有可能来自于法语以外的语言 比如 这个字法latte 来源于意大利语 它的意思是加奶的一种咖啡 latte这个字在意大利语 本身就是牛奶的意思 这个字英发成San Jose 通常是个地名 哥斯达里加的首都 就是San Jose 另外在美国加州硅谷 有个城市也叫做San Jose 如果你不明白把它发成San Jose 可能就会让人笑话了 两分钟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